如果我兒子今年十月就十八歲 他就一定要在十月前過去 如果用這個身份 但是有另一題 你未弄清楚 讓我針對出來 BNO持有人及其受養人 如果十九歲 很多疑問是這樣 十九二十歲二十歲 只要他還在讀書 是你的子女受養人 都可以的 這些我們要弄清楚 明天再跟大家說 不一定十八歲以上 子女沒有份 不一定 但一般來說一定是受養人 即是你沒有自立能力 好像我今次這樣說 如果像我這個案子 我想很多人類似我這個案子 如果我兒子 寄我去英國讀書 我不是負責這件事 我隨時都可以 他有銀子 去英國學校肯出了Visa 就可以過去 但他就算在那裏讀十年書 根據過往林康正的經驗 你那個時期又不一樣 如果現在來說 你都很難入到英職 除非你找到工作 那些是比較好的工 工資去擔保 但是現在去這裏 就沒有條件 你找到工作 甚至乎我覺得 他沒有說到這裏 你自己做生意制也可以 有些網友經常問 英國有沒有桑馬 英國沒有3T 三重彩 我跟你說 有有有 賭你不用怕 賭英國 每天都有跑馬 跑狗 你真的不用怕 還有你可以賭回香港馬 每個小時都有幾場 多到你玩不完 還有一些玩法又多 第二 會難不難賭華人在那裏 有些人去了幾十年 一毛錢都存不到 就是輸了這些 就是輸了這些 借糧 廚房老闆看著 全部都是這樣的 做什麼都是露面的那些 但第二 如果你說桑馬那些 的確不會像香港大陸那些 更加不像大陸那些那麼堅 但是有沒有 有 不過少 但是世世間有的 年紀的那些有的 你說有大池 又三暗那些就少了 很少很少很少 如果我們作為一個 資本家 就是我們沒有那麼多資本 在那邊搞這些 就好想怎樣 只是做華人都行 但是你真的要投資幾千萬 如果是晨早碰到 就大幫人投資 嗯 其實沒有分別 反而你要配合 例如我們剛才說 那個T2的工作簽證 其實反而它是要你 那個年薪 平均 是我們說的 是達到 三萬磅一年 才會符合到 簽證的要求規定 你計算平均 最少都 即是說最少都 二萬五千千磅 所以是不會被人壓低的 反而就是說 你太低薪的那些 它不讓你過來 因為它這個叫做 skill worker 所以它反而要求是高的 不用擔心低了 擔心找不到 那麼高薪的工 應該是倒轉 對 他說低技術勞工 有沒有機會移民英國 其實真的有這樣的簽證制度 可能一些蘋果讀者 都很有水平 自己為了移民 做過很多研究 如果其實說這類別的簽證 這些多數都是一些合約性質 可能或者一個簽證 是不會多過五年的 你明白 或者一個簽證 是不會多過五年的 你明白 或者一個簽證 是不會多過五年的 你明白 做完就要走了 明白